接下來介紹這一個的章節是 羅丁 我們開啟 組合鍵的課程 三機械結合的 羅丁 羅丁在做結合的話 他必須要兩個模型間 要同軸心 也就是這個 跟這個要同軸心 一個模型的旋轉 他帶動另一個模型的平移 一個模型的旋轉 他帶動另一個模型的平移 簡單的說 羅文的相關機構 就少不了他 我們切換字模型組態 的練習 進入結合的條件 選擇機械結合的羅丁 在這個地方 選擇 兩個語言 那 全數是1 我們來帶動一下看看 它會轉得很慢 它會轉得很慢 那如果說 我在這裡全數是10的話 它會移動的會非常快 那它這邊的話 它會幫你自動的做換算 那你如果說有反的話 你可以用這樣子來做 好 就這樣子的去做 切換和調整 這樣就可以了 好 介紹完畢 好